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杜绝翻版这种东西是杜绝不了的 除了一样东西可以说 就是科技的杜绝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喜欢拍3D 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就是科技解决了 就是你没办法在家里看到这种技术 所以你才知道 你又没有附保DVD卖的 DVD现在有3D电视可以做到 做不到的 但我不知道 好 很多理由就是杜绝不了 外国有话说 你打不过去你就跟着去 杜绝不了的话 为什么不自己卖翻版 因为你没有他的翻版network 是 那个翻版network是黑社会的network 那些小孩你不要以为他拿 一看到有差人来拎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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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拎 我觉得那个组织是一个很小的组织 那是很结实很强大的组织 而且错诚 你说参加他 其实当时我们自己的投资部戏 他们有人来找我们 你买给我吧 你买给我吧 你给个版本 然后开一条数目 那条数目是几十万 但我觉得 我为什么要将几十万这件事给你呢 他说你不给我 其实我过两个星期都有 我都做的 我都做的 那你给不给我 那你先等过两个星期吧 因为我觉得我宁愿这两个星期没有 就是这样的 你也是 如果你的书不是翻版本 你也会发达 他现在有些什么呢 他现在有些什么呢 他现在会发达 他现在有些卖上网 例如我给你十部戏 我下载你的电影 然后被人下载 下载 有些就买了你的版权 周围去捉这些非法买载的 那些是发达的 那些是发达的 那些是赚很多钱的 拿几十万那些 那些就是那些大佬 那些黑社会大佬 和那些军队 但是为什么美国得 你们不得 总之我们应该是 有一天希望得 我觉得美国呢 人民的水准高一点 第一 第二 你没有那么多贪污 是 是 第三 你的管制没有那么大 还有观念 就是我看很多网民 你这部戏快上了 我先去下载你的戏 支持你 他因为共产主义 所有东西都是大家的 他觉得你拍一部戏 要我给钱 去你的戏院给你看 那是不对的 而且我觉得我看了你这部戏 你有什么腻底 你这么好的东西是应该分享的 他没有那个观念 他们不觉得这是一个错的东西 假许没有那些观念 我觉得不会没有 但是所有个人的东西 都是归于自己的 就是这么正的 不用钱看电影 当然你不对 你要我给钱 然后 不会吧 这个就是中国 他们在那里的习惯 是真的这样的 就是如果他可以翻版一条面包出来 不用钱的 他真的想立刻拿走 我们被人打开行的 就是在网上说 你有没有搞笑 之前我有下载 你真是三分颜色上大红 杜汇 我这么给面子下载你的电影 否则我连下载也懒得 然后有人骂你 谁是杜汶泽 我都不认识你 就是这个死这个死 我告诉你 真的 他们有这个观念 就是他们觉得 我看你的电影 是我给你面子 给钱 然后就说 你也不知道 我们国家制度多严管 你们这些电影上不了 我不下载 有什么办法 就是理所当然 我想很少人 十几厘 他出去街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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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个烧饼也要给钱 这些混蛋 不可能 不,因为他收他 但我们这些烧饼是可以免费分 不是,因为你今天有个烧饼 你抢去城管来抓你 是的 但今天我没有人抓他 所以人性是没办法控制 除了法治 而且在网络上 你怎么可以管制到他 你整天都被人罵 他说,难道我们穷人 就没有看电影的权利 没有娱乐的权利 是的,你的明星 那我说你结不了婚 不是很大事吗 对 难道我们没有法治的权利 那你要捉人去场间 他还要… 这就是两个世界的观念 是 不知从哪里说起 不知从哪里说起 你这些明星又拿法拉尼 又有这么多女儿 我带我们的电影 也有这么多鸡鸡 真是小器 你说到这样 就是两个世界的观念 你没有办法改变 一天有人民支持的东西 一天没有办法改变 他们永远支持贩卖的 是 不是他说 其实你们赚这么多钱 你把那些碟 买到好像翻版这么便宜 便行 错 我是没有办法 买到翻版这么便宜 因为我真的要拍一部电影 我买三元 他可以买两个九 他很简单 他的碟就能印出来 是的 我要拍一部电影 你要整个资本主义解释 一次会去听 但是很长 最后就是 法治也做不到的 大佬 做不到的 你等多久啊 没有啊 我们死定了 你技术而已